政府今天公布就退休保障制度进行六个月公众资讯 社联强调退休保障制度必须全民受惠 让所有长者能够有尊严和安全感地安享晚年 退保制度亦都是社会保险 协助长者回应长寿风险 发挥稳定社会的效用 我们觉得退休保障是每个长者都应该有的基本权利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不应该要求长者将自己的职续洗掉 或洗到一个非常低的水平 才来民政府取得一个导助或者一个所谓的狗制 而且长者一生对我们香港有这么大的贡献 令到我们香港社会发展到这样的水平 我觉得我们整个社会我们所有市民 其实应该一起承担守护我们的长者 令到他们可以安享晚年 社联支持全民退休保障制度 目的是给予长者基本生活保障的有效制度 不切审查的制度可以避免标签效应 使长者国更加有尊严的生活 政府可以采用预先储款的方法 以应付人口高龄化高峰期的需要 最近由学者联署提出的修订方案 已经证实方案在50年内可以持续运作 咨询文件同时提及按经济而提供补助 这个方案在长者生活津贴和纵援以外 增加一层新的支援 在家床跌屋形容翻版纵援 方案由于长者资产在8万元以下 签合资格领取补贴 这个要求十分苛刻 不能够使长者安心生活 事实上政府在咨询文件中有明显倾向 令人忧虑政府改革退休制度的决心 社联要求政府在咨询过程 必须以开放态度接纳市民的意见 社联会推动社福界 服务使用者和公民社会组织表达意见 主持人公子